欸 其實男作不只演過《舉中藥精》 他也演過韓國古裝版的《步步經紀》 《步步經紀》裡面的十三王帝 還有呢 跟他一起合演 《學校2015》也有古裝劇要出來囉 韓國古裝劇《君主假面》的主人 由于成浩金所炫主演 描写了王世子將朝鮮八道的水思有化 並引起的鬥爭 十號開播成為目前在韓國 星期三 四的收視冠軍 開啟五月的古裝瘋潮 即將在下禮拜首播的古裝劇 《七日的王妃》 講述朝鮮王朝歷史上 在位時間最短 只有七天就被罷免的 悲劇女人端進皇后 由蒲敏英飾演 和李東建共譜浪漫愛情史 將和君主假面的主人 同時段打對台 巧得是 還有一檔古裝劇要上 我現在是皇女 我現在是皇女 經典電影《我的野蠻女友》 回到小螢幕 時空還從現代變成古裝版 男女主角周圓和無連續搭檔 演出爆笑劇情 三部古裝劇都在五月首播 有虐心 有爆笑 也讓韓國的小螢幕 再度吹起古裝劇風潮 TVB新聞 新聞柳中平林舉會綜合報導